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一部任务系列视频 我是猪江导师布鲁 我们上一讲已经讲到了我们Java线程词的应用 并且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两种线程词 分别是哪两种呢?我们来看一下思维导图 我们Java线程词当中一共有四种我们上一节课学习的 我们的LewCatch ThreadPort 就是我们的缓存线程词 我们的LewFix ThreadPort就是我们的定长线程词 我们本节课将会继续学习我们剩下的两种线程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叫LewSingle ThreadPort 就是我们的单线程化线程词 它只会用一个唯一的工作线程来执行任务 它是单一的 保证所有的任务按照我们指定的顺序 指定的优先级一一来执行 这就是我们的LewSingle 就是我们的单一线程词 好的这里的话依然还是要结合一下我们的实际案例 对吧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工程 ThreadPort 我们接着往下面写 这里的话依然是新建我们的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Public void test 就是什么呢? Single Single我们的 就叫它吧 TestSingle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单一 Single线程词应该怎么来创建呢? 依然是我们的Execute Service 叫做我们的Single 然后一个Thread 然后再加上一个Port 它的创建方法跟我们之前其实是一样的 Execute 点溜 溜上一个什么呢? 溜上一个SingleThreadExecute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单一线程词的创建 它依然创建好了 好的 我们为了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是不是依然是先准备好十个任务了 因此我们的I等于零 I小于10 I++ 好 这每十个任务 我们都把它放到我们的SingleThreadPort 当中Execute 溜上一个Roundable接口 那么我们这里做的日子答应 依然是log.debugTarget 然后分别是Thread.current 我们当前现成的一个名字 再加上一个空格 再加上一个我们的Index Index是哪来的呢? Index前面我们声明了一个Final类型的 Index等于我们的一个I 用于打印显示 我们每一个任务 执行的县程的名字 和每一个县程执行的任务的一个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十个任务 是这么来做的 好的 那么这里的话 直接在我们的BtOnClick里面 执行一下我们的TestSingle 好 这里的话 直接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还是我们做一下相应的准备 把这些日子该清的清 该过滤一下 然后过滤一个Target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的下方正在显示 现在Install我们的PK 好的 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 然后点击我们的按钮 触发我们的LiuSinger 看见没有 很快 很快就出现了LiuPro1 Thread1 Pro1 Thread1 Pro1 Thread1 这一次执行的 0123456789 这十个任务 它确实是一个单一的线程模型 然后依次来执行 而我们这里的话 还可以加上 依然加上我们的Sleep 来方便我们更加好的看 怎么来加呢 Thread.Sleep 两秒就是我们的2000毫秒 所以我们每执行一个修行一下 每执行一个修行一下 虽然说我们是单一线程 那么我们就是单一线程的一个逐一打印 对吧 每隔两秒打印一个 每隔两秒打印一个 好的 现在把我们的代码 我们这里直接跑起来 我们看一下能否实现 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里的话 做一下相应的一些准备 把日子都清了 然后这里正在install我们的APK 请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的 这里我们的工程已经跑起来了 点击我们的按钮 Hello World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 One Thread1 0 休息了两秒 Pro1 Thread1 Pro1 Thread1 2 每隔两秒打印一个 每隔两秒打印 一直到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们这样的一个单一化的线程词就会逐步这样来执行我们的十个任务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种线程词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呀 它就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保证所有的任务都按照你指定的顺序 按照你指定的优先级一个一个来执行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就是我们的一个schedule thread pool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线程词 它支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呀 支持是定时 或者说是定周期 它支持一个定时或者定周期 比如我们定时两秒钟以后 想要做一个事 定周期就是我每隔两秒 要做一个什么事 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留一个schedule 我们的线程词来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一个事 这里的话还是来结合一下我们的实际代码 来理解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定时定周期 这边怎么来玩 这是一个public void test 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schedule schedule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啊 一个周期啊 好这样的一个schedule 那么我们这里的如何来创建它呢 这里的话就不是我们刚才的这种创业方式的 就不是我们的executor service 直接就是要创建一个具体的留schedule 就是我们的留上一个我们的schedule 我们的executor service 然后创建一个它对应的对象 它等于什么呢 它依然还是等于我们的executor 然后就等上一个留一个single thread 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单一化的一个任务周期 我们这里其实大家通过刚才的这个地方 看通过刚才我们的思维导图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schedule也可以支持定长 然后它支持定时和定周期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就不会去指定多个啊 就一个单一化 lue singer就是它是单一化的线程 它的重点不是在线程的多与少 重点是在这个schedule 它要完成一个定时任务 或者说完成一个定周期任务 那么它应该怎么来做呢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 我现在想要做一个定时任务 就是定时多少呢 定时三秒以后之行 我要定时三秒以后之行 其实大家想一下定时就跟我们Java原生的timer有点相似 但是我们这里的功能强大很多 那么这里定时三秒应该怎么来写呢 schedule这个service直接是写上一个schedule 好这里要接收的是什么呢 接收的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lue一个runable 你三秒以后想要做什么 这是第一个参数 我们的第二个参数它就是什么呢 你的一个定时的时间delay 这是一个lun delay三秒 好第三个参数 那么你这个到底是三 是三毫秒 三秒三分钟 所以这里要指定一个time的一个单位 我们指定的是timeunitseconds 所以这里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三秒以后要做一个事 我们这里的话就做一个打印把log.target打印啥呢 这直接就是我们的delay delay3seconds 打延迟了三秒 做了一个 好我们这里延迟了三秒 我们前面点击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再打印哈 所以我一开始进来 其实就执行了testschedule 打印这样很映像是日 然后在执行我这个任务的时候 很明显会等一二三 等三秒才会再来打印这个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直接在我们的按钮点击时间里面 这里的话 直接来运行一下我们的代码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定时任务啊 我们的第一步是定时任务 应该怎么来玩 看一下这样能否实现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的 这里的话 我们的模拟器正在安装 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的 我们的模拟器已经起起来了 当我们点击一个hello world 马上做了一个打印 一二三 又来了一个打印 delay3seconds 这就是我们的定时任务哦 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调了这个方法 testschedule 延迟三秒 delay3seconds 这就是一个定时任务 但是我们除了定时任务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 周期性执行任务 周期性执行 而且我的周期 周期性的执行啊 周期性的执行我的任务 还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这里是繁体字啊 来把这个拼音改一下 周期性执行 并且是呢 每隔 那么这里 我首先定时 我还是定时 定时两秒 或者说定时一秒以后 定时两秒以后执行 然后执行的是每隔 每隔几秒呢 每隔三秒 执行一次 我把我的定时任务 和我的定周期任务结合起来了 那么这样又应该怎么来玩呢 这就是我们的schedule 然后这里依然是什么呢 还是调用的是我们的schedule 这里就不是schedule方法了 是schedule at fix rate这个方法 先传递的 依然是一个run ever对象 你到底想要干啥 好的 那么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就传递的是 一个你的一个delay 就说你要定时多少 两秒 两秒以后 每隔多少呢 你的周期peer的是三秒 每隔 每隔三秒执行一次 我最后一个依然是我的单位 team seconds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定时两秒以后干一个事 然后每隔三秒又干这个事 就是定时加我们的定周期 好 要把之前的代码屏蔽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这里的话做一个答案 打什么呢 来一个点 debug target 这里的话还是拿一个叫做什么呢 我这里是delay了 delay了多少呢 to delay了two seconds delay了完成了以后 还有啥呢 and 我虽然说delay但还不够 and 我是什么呢 and 执行 execute execute 什么呢 every 我每隔 我的每隔 我的这个单词 这里少写了一个 av多少呢 av3 seconds 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打印 我延迟两秒 但是呢 我每隔三秒都要执行一下 好了 那么现在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定时 混合我们的一个定周期 其实我们的线程池的这种线程池啊 schedule线程是真的跟我们的加瓦的timers很像 但是它的功能确实比我们的timers强大很多 大家要注意 好的 点击一下我们的hello world 执行我们这个方法 一二等到两秒 delay了 又一二三 又来执行了 一二三 又来执行了 这就是延时两秒 但是每隔三秒 每隔三秒来做一个执行 好的 有些同学已经看了这个效果没问题了 但是说 老师 那么我这里每隔三秒之行 我怎么来停呢 非常简单 这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shutdown 一点击shutdown就会把你的周期性 任务给停下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种线程池 它虽然说也可以创建一个定长 你可以不是创建单例的 你可以创建多个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单线程模型 我给答案刚才给大家提到过 在这个线程池 我们不关心它的线程的多与少 我们关心的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功能 定时的功能和周期性执行任务的功能 好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就把线程池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看一下线程池最常见的就这四种 第一个缓存线程池 它可以灵活回收空余线程 第二个 我们的定长线程池可控制线程的最大并发数 第三个 我们的单一线程池 它会用唯一的工作线程来保证你的绝对顺序和绝对优先级 最后一个 我们的schedule 我们关注的是用它来做定时任务和定周期任务 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加瓦多线程编程的一个进阶 线程池的应用 我们仅仅掌握我们的线程的创建是不够的 我们会发现它的B端 我们想要去改正它 想要去优化它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线程池的应用 需要有线程池的思想 这一块的知识点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在课后多做去练习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